真是高興這一幅作品可以失而不得 張華芳院知名畫家陳秉承老師 多次獲得比賽金獎 作品拍賣價幾乎都百萬元起跳 他笑出自己的心血 畫這幅作品的時候就叫做 雲姓溪春 溪就是晨溪的溪 那希望這個春天過後 我們就不要受這個疫情的困擾 這一幅畫作日前送去參賽 卻在郵寄的過程中不見了 老師17號到鹿港分局報案 不到一天就迅速找回 我很感謝彰化鹿港分局的偵察隊 他們把作品這麼辛苦 而且這麼短的時間 就把我作品找回來了 而且跟韓國確認過 比賽作品去過去還來得及 陳秉承老師失而復得 表示要在修復畫作也慶幸還有時間 能趕在3月5號截止日期之前 把作品送去韓國參賽 遺落的地點就在彰化鹿港周正路 警方調閱影像發現油霧車 行進入口處時 後攝箱掀起沒有蓋好 疑似就是這個時候 畫作遺落在路旁 8號晚間6點多 被一名騎士給撿走 因為他可能平時就有 在做一些回收的部分 所以他可能看到路邊的東西 就會比較注意一下 而且那個畫作的包裝 就是比較特別 而且是金色的包裝 所以他可能看到比較新奇 就撿回去 嫌犯表示不知道 是知名畫家的畫作 覺得新奇就撿回家放著 自稱沒有看到新聞 所以不知道自己觸法 警方訊後也依刑法 侵占儀事物最嫌 將他移送地檢署偵辦 請備新聞城市中張華牆報導